在考虑新乡地区500吨玉米烘干机的投资时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烘干机的类型与规模 大型烘干设备 特别是针对500吨玉米的烘干需求 通常涉及较高的投资成本 在投资构成中 设备本身的费用占据主导地位 一般来说 大型烘干设备的价格区间 在50万至150万之间 具体费用取决于设备的型号 配置以及技术含量 对于500吨玉米烘干机 其设备投资费用 预计会接近这一区间的上限 此外 安装费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由于大型烘干设备 需要专业的安装团队进行操作 因此安装费用可能会达到数万元人民币 同时 设备的运输费用也需要考虑在内 这取运设备从生产地到新乡的运输距离和方式 除了设备本身 安装和运输的费用外 还需要考虑其他相关费用 如土建工程 电气工程 以及管道工程等 这些费用应具体项目而已 但通常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综合以上各项费用 新乡地区500吨玉米烘干机的总投资 预计会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投资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实力 市场需求以及预期收益等因素 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